住在旧金山Croker Amazon的中根恋 现在响起7月21号中午前 在他家发生的道歉案仍心有余悸 中根恋1985年和太太结婚 由中国广东移民来到旧金山 由于中国夫妇不懂英文 俩人分别从事房屋装修和家居清洁工作 中伯夫妇将所有的积蓄和值钱的珠宝首饰 都放在家中卧室的一个保险箱 周二上午外出 回家后发现屋内遭人盗窃 查看监控录影 看到匪徒开着一辆白色汽车 其中一名匪徒撬开房屋的侧门 然后进入屋内 盗走卧室内保险箱内的财物 另一名匪徒随后也进入屋内客厅 翻箱倒柜 偷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 前后大约只用了十几分钟 这些纸袋子都是警方从一贩的车辆中寻货的 其中值钱的东西都已经被偷走 当中包括一对祖传的金镯子 还有一只翡翠玉镯 中博说他们的入籍公民纸 护照甚至支票本都被匪徒偷走 现在只有支票本被找回 他说隔壁华裔邻居一年前 也发生类似事件 儿子Simon说 21号同一天 除了父母家被盗窃 旧金山Visitation Valley和东湾奥克兰 也发生两宗住宅盗窃案 其中一户受害者也是亚裔 它是犯人的文化 警方目前只在奥克兰找到了作案汽车 案件仍在调查中 钟伯和家人希望这件事能再次提醒大家 注意家居的财务安全 Simon已在勾发密网站为父母筹款 希望能帮父母渡过难关 26台记者梁秋玉在旧金山的采访报道